大家好,我是Stan 在驅逐了前SM总制作人伊苏曼 并以Kakao为先锋 成功发动内部叛变之后 SM娱乐的经营团队 开始利用公司资金 照顾工程 而引起了韩网的热议 11月17号 韩国经济新闻独家报道 SM娱乐已以22亿韩元 收购了小型经济公司 Tennis娱乐的艺人管理业务部门 收购主体为 SM娱乐的百分之百子公司 Creation Music Rights 该公司的代表是 前SM娱乐代表一层属 也就是逐出 伊苏曼的伊苏曼的外甥 成立于2020年的Tennis娱乐 旗下仅有一名 JYP娱乐旗下男团 Strakeage出身的Kimujin 在收购当时 该公司账户里 仅有312万韩元现金 并且负债超过8亿韩元 而SM娱乐将该公司的 艺人管理业务 评估为30亿韩元 支付了高价收购 对此韩国娱乐圈评价为 只有一名艺人的公司 被交易的 韩国娱乐圈史上首个案例 据了解 收购Tennis娱乐 在SM娱乐的内部 也引起了很多争议 Tennis娱乐的公司董事 包括 崔某 云某 李某 金某四人 而崔某和银某 也在SM娱乐兼职高层 而且直到被收购的 去年9月为止 崔某一直担任了 Tennis娱乐的代表理事 2021年 前SM娱乐共同代表 宜充署 向当时的艺术满 推荐了崔某 并加入了SM娱乐的子公司 SM Branding Marketing 而去年在 SM抢救CSO 和前代表 宜充署准备 内部叛变的时候 推某开始抽到了重视 当时 银某和他 一起被视为 抢救CSO设计的 所有叛变的 三大核心人物 随后这些人 将宜充署从公司中驱逐 并阻止了 HIP的公开收购 从而使 目前的经营团队的叛变 取得了成功 也因此 他们获得了 开国功臣的地位 在经营权纠纷结束后 曾被以素满足处的 抢救CSO 再次回到了 SM娱乐 掌握了10圈 而公司内部也传出 张S5在没有 董事会决议的情况下 已答应了 崔某收购其公司 并承诺 日后以其他方式 再次进行补偿 而从SM娱乐那里 得到报酬的 不只是这些地方 去年2月21号的 定期股东大会上 与SM娱乐签订了 13亿韩元 规模合约的 公关公司A 也大获成功了 而其主要工作内容是 在论坛发布 对乙僧署等 主导SM叛变的 精英层正面的评论 以及提高 乙僧署上传到 YouTube的影片 观看次数等业务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能够赶走乙僧满的人 肯定比乙僧满 还要狠毒很多 唉 把粉丝们的圈 全部挤干 节省该给员工们的钱 结果他们自己 全都拿走了 唉 对歌手或歌曲 进行正面评论的网决 从情感上还可以理解 但是花了13亿 来支持管理层的评论 感觉不像是 需要花那么多钱的事情 这是怎么回事 当时留言都在 抬高乙僧署的行为 我真的没能理解 除了是乙僧满的侄子之外 他有什么功劳呢 原来都是买来的网军 花了13亿在网军上 跟乙僧满是 半斤八两的家伙们 那些家伙跟在乙僧满身边 吸了很久的蜜 这次不就是背后捅了一刀吗 哈哈 社会战已经结束很久了 希望粉丝间 不要再有情感上的争吵 还不是因为金钱问题退出的 而Coco和乙僧署 他们确实有 操纵股价和雇佣网军的事实 粉丝们只不过是 支持自己喜欢的艺人而已 对于SN娱乐 奇怪的收购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韩国网友们 嫉妒的中国粉丝的 视讯签收 哇大发 可可可 应该是尔娘要付钱了 可可 尔娘看起来很幸福 哇应该会很感动吧 粉丝为了我做这种表演 还用韩文音员说 我爱你呢 哇 好